后世纪的王国 OK我们这把来一把 这个中单的莫德凯萨 刚才体验了一把感觉非常不错 他的技能很强势 打近战是特别厉害的 但是他比较害怕远程英雄 因为腿短加上手短 唯一能够牵制敌人的 也就是他的异技能魔爪 但是你不可能因为一个魔爪 就能够打出怎样的压制 这个难度也是比较大 比如说我们这把队能火难 你就很难用你的技能的优势 来去压制他了 因为你的技能优势 在他的面前不是那么的好用 所以我们的思路得变 不像刚才打狗头 我们刚打狗头是欺负他 那我们现在打火难是什么 是保守的去打钱就行了 那我们虽然是短手 但是我们可以依靠团战 团战的话短手长手都会有用 我就打钱 对吧 我躲起来 好我抢二 你懂得 拉回来 A 接Q 拉开 很重要 烫他 行不纠结 哇这个技能放得很准 这个火难 非常的 非常的 会玩 他会玩的点在哪呢 在于 我在对他造成一些控制限制的时候 他并不慌 他的技能出得非常的有 有条理 他先用W烧我 然后看我不走位了之后 看我在躲的时候呢 他不放 我不走位的时候 他再放Q技能晕我 这个人的水平还是相当可以的 最起码他对于火难的技能理解 很到位 否则的话他就会被我给骗出技能 我们这个时候再给他拉一下 这个拉其实并不是为了去打他 而是为了去限制他不打我而已 让我去补这个刀 你看到没有 这个细节很重要 他现在感受到兵线的压力了 开始用技能推线了 好 我们没事可以注意要开护盾 好反手 A他 好我这个A有点点燃 换 换的非常 白红宝石 没换掉 这没办法 推短 怕被抓 这是他的一个最 很大的问题 怕被抓 因为他没有什么 逃跑的技能 所以这个英雄一旦过半盒被抓 其实你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 是什么 是你为什么过半盒 而不是说你 是不是有什么技能没处理好 所以导致被杀 不是这么理解 是你为什么要过半盒 你为什么要给敌人这样的一个机会 制造这样一个过半盒的局面 那么我们要从推线这个环节来 来去找原因了 就是推线的这个节奏没控制好 在敌方打野不在线上的时候 不在地图上的时候 你去没有快速的把线推到敌方塔下 这是这个地方没处理好 并不是说我们技能释放 老师追求说我们是不是技能释放的好一点就能躲掉 那如果你纠结这个的话那你就大错特错 因为你肯定会被抓死 好他又来了 那个招星 我看到他了 你还去 这个是招星 抓我很烦 你能不能 你能不能 不搞针对 好好打游戏 好我们再把这波拉回来 吃掉 他可以拉小兵 你看我们 你看这 作为一个莫德凯撒 你要想的是如何去快速推线 不过半核 不要给对方抓你的这种距离 而不是想敌人来了 我放什么技能能够躲避 那这个思路就错的 你知道吗 因为你不可能躲避 从理论上来讲 你不可能躲避 只要对方是高手 你一定跑不掉 就跟兰博是一个道理 在对线期的时候 防干客的思路 好 你看 我们把线控制在这个距离 你说他怎么抓我 他还抓不了 对对 他还抓不了 你看 比如说你像这波线 我们 这个时候呢 你要想 你不能被抓 对吧 那我们先 一个Q 然后呢 站在一个与火南 比较远的一个距离 好 我看到造星了 那我们就可以怎么样 连兵带人一起拉 炮车想吃 人又想打 结果 人才两空 这就纠结了 继续发育 反正先补到还可以 一个Q先 上来二话不说先一个Q 因为这样的话 等第二套技能你好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怎么样 一接Q 就秒掉 你看这就是推荐的一个技巧 这样的话别人没法抓你 没法抓你 这个要保持满血 也是防干客的一个很重要的技巧 注意 魔腾可以喊他帮忙 好像 他没到六 我们现在不能开大刀 硬杀他 因为硬拼火力的话 我不是火难的对手 能不能控制得住 应该不可以 好 一接Q 敲过来 点燃锤 死 哇 被换了 你看 布兰德就是布兰德 在伤害这块 有点不讲道理 你恐怕没想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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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恐怕 你恐怕 你恐怕没想好 你恐怕没想好吧 你 哎呦 我爪子没好 我爪子好 他死了 我们这个炮车吃完回家了 我们这个炮车吃完回家了 OK 这个英雄可以反向E 反向E 有个观众提醒我一下 反向E 那么 如何去理解这个反向E 我们看一下就知道了 我试一下小兵 我就知道你说的意思 这个大招的时间啊 7秒钟感觉还是短了一点 再给 多给个2秒就好 就舒服了 一个Q 拉 一个Q 你看我们作为一个短手 的确是被欺负 但又没有办法 你要硬跟他拼吧 火男这个英雄爆发又很高 对吧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想的就是呼叫打野 我现在血量不多 他现在很强势的去压制我 我们可以搞一下这个圣炉 这个就基本上不用我去了 因为我腿太短了 不是太适合游走 我感觉他应该会吃爆炸果实下去 火男去营救了 我们好像没办法了 走位 先远程兵给个Q 这个很重要 然后呢远程兵我们再给个Q 我们给个E Q 好趁布兰德去支援的这段期间内呢 我们收了一波冰还是很舒服的 但是作为一个短腿 我好像没办法帮助到我的队友 那我们只能把思路调整一下 赶快推线 对吧 因为他能力已经保不住了 你看这样的推线就是很舒服 好 我觉得我们第一件装备的话 冰杖还是不够 我们尝试游走一下 先开W回口血 不然这个护盾消失了 不划算 我们等快到的时候再点信号 等我到的时候他一定跑不掉 因为我的大招是 我被发现了 这在塔下我的大招就没用了呀 来 推波线 吃波塔皮 因为这波我们不能白来 要么强杀一些 要么呢你就让我们吃塔皮 二选一 收复掉线了 单挑 别搞这个东西 护盾一开怎么讲 回口血 保护一波 你看这时候大招就起到一个怎么样 非常好的一个 规避敌人的一个效果 我大招一开他们看不见我了 估计是 只有我和莫干娜单挑 不过这波 这波莫干娜也是掉线 所以我们算是捡了一个头 还可以 最后打回来了 好 赶快趁机再推一波 先来一个Q远程冰 然后呢 再来一个Q 再来一个Q 就推掉了 好 走了 先别杀 你先别杀 你先别杀这个理论是错的 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不杀他 你等什么 你等到后面你怎么样 对吧 他是一个逻辑嘛 你杀了他之后呢 你还是在那个地方 你不杀他 你等大招结束 你还是在那个地方 对不对 其实 不杀他这个理论是不对的 我们现在兵杖已出 我们看一下这个E技能 有很多同学跟我说 它是E技能的反向拉 我们看一下反向拉怎么讲 好 往后推 那这个其实 到感觉 好像对我们 没什么太多的帮助 好 这个布兰德 拉到塔下 但好像没什么帮助 我们的 队友已经绕后 回口血 等我下一波爪子 点个信号 让他 上 让他来 不来 不来就算了 我们的爪子好了 注意利用爪子可以耗他一波 但是我的爪子 毕竟距离有限 我想要接近他 还是很困难的 手太短了 好 再点个信号 我再勾引他 我感觉他上当了 我感觉他有点上头 我跳个舞 激怒他 激怒了 激怒了 失去了理智 非常的好 好 这个时候怎么样 终极可比 对不起 我的 哎 嘿嘿嘿 当然我们这样做 可能有点不太好 只是说 我想给大家展示一下 什么叫终极可比 比可比 谁能比过 莫德凯撒 没有 好 我们再推吧 完了 没搞了 好 我们先卡在这个位置 用Q技能 一锤 好 走了 这个塔皮再吃可能有点危险 照星转我后了 车 呃 我们这把 其实水银鞋可能会好一点 水银鞋可能会好一点 因为他们的控制太多了 接下来我们可能需要一个 推推仗 推推仗 10几 我也10几 我们下一个推推仗 然后呢 再转他一个金身 拉 好 好 看好了 我的移速提升 触发了我的 没错 被动 开启我的 哎呀 哎呀很尴尬 交给你了 非常好 现在有金身 有冰档之后 这个粘人的效果就非常好 好 回家 等我装备起来了 你像火男这个英雄 他一波秒不掉我的时候 我就不太怕他了 对吧 我粘住他 贴住他 他很尴尬 可以 这个5跳的不错 来 抽个奖 各位同学 哎呀 你怎么出不了 嗯 出不进了 这一波 哦好可以了 粉丝福利走一波 888元现金红包 那我现在有大招了 如果他一旦爪子被我拉中的话 他就完了 他死了 哎没拉中 我不能被晕 我有闪我不可能被晕 走位 好 大招 这个大招开的好像没什么用 应该是没什么用的 我们溜了 这波判断非常的准确啊 没什么用 撤 因为他队友来了 我在那个短时间内可能杀不了他 你恐怕有点 神之 终极一锤 走位不要被他疯狂的炸 有闪现 你敢上我队友 给你一铁锤 没有反应 A他 再A他 有护盾 A他 一铁锤 A 开启爪子 拉回来 风针之 Q 在我临死之前供出我最后的一个伤害 因为我算出来我是跑不掉了 我的护盾也没好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宁愿 去给他一锤 让我的普朗克去击杀他 效果也是有的 很好 护盾刚刚如果有的话我死不了的 但没办法 买个钉 感谢神探多洛克的飞机 谢谢多洛克 还可以 我们打回来了 用他来打中单 其实你会发现不是那么好打 因为中单多半是长手 长手的话呢 你 首先第一步太可能去杀他 因为中路的线又短 他不向上路 你到了六级后 因为大招可以把他困住 那中路的话 你一困他在塔下 你也不敢杀 然后前期呢 又一直被他长手压制 所以还是打上路比较好 因为他现在Q技能不像以前 以前推线比较舒服 还能够在中路混一混 现在的Q技能由于弹道窄了一些 你想那么快的去推线 可能有点难度了 我感觉他有点调皮 你发现没有 他有点调皮 你可能不知道我有缓速吧 你可能不知道我大招好了吧 一个 你不知道呢 可能我就要让你 知道 厉害 你往哪里跑兄弟 你往哪里跑 直接敲死 敲死之后大招直接结束 开启护盾回他一口血 OK 来支援一波 好像我们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敲一下 两个眼 OK 爆炸果实 好像不太需要 因为我们已经绕后了 OK 我的血量不是那么的多 吃橘子 这个爱奇跑不了 包他 OK OK 有闪没事 注意我们的爪子很重要了 爪子没有拉中 A他 Q他 开W 护盾先溜 硬火血不多了 回他一口血 没办法了 打不过 这波没招 撤 溜溜血 打不过 打不过 打不过咯 多咯 好 CD 保持 买一个 买个这个吧 不然血不太够用 现在有这个科技枪还不错 敲到他的话 会有一个震荡效果 我们现在单杀这个布兰德是问题不大了 等我大招好我就可以杀他 我有风起 他不太靠近我 他不靠近我我拉不中他 下路这波 我的大招 三个人 应该打不过 但是啊你看像这种情况 其实对于莫德卡上来讲 他没有办法收割 你看到没有 因为他不是刺客 很尴尬 好 我要跟他形成单挑的局面 他的队友打不到我 我现在虽然被控制 但我可以靠近他 我可以敲他 我可以A他 我可以开启我的护盾拉他 哎呀 很尴尬 被封针了 没办法 还是太笨重 我大招开晚了一点 如果早开一点的话 他对了打不到我 哎非常好 拉一波开护盾 你怎么办吗 哎 这个伤害蛤蟆别舔我 哇 好痛啊 居然被毒死了 有点无奈啊 呃 秒表 秒表 趕快精神 团战的时候敢冲 现在人头还是落后一些 对面的防御场没推 我们不太好打 我觉得我们可能要抱团 搞一搞了 刚才我们那波在上的时候 大招开晚了 如果早一点开的话 他的队看到我 哎 我就不会被控制 但是我想晚一点开的目的是什么 是能够 多杀几个 晚一点形成单挑的局面 所以说还是用的不够精 啊不够精 我们现在想慢慢把他的 中路的防御塔给推掉 Q1 直接推一波兵 中路有瑕果 过来帮忙 好 OK 叮 非常的到位 小 哎呀这个大鸟怎么会这个样子啊 快点需要帮忙 干掉了一个蘑菇 摩卡还是需要一点 再把对方的AP输出有点高 还不错 还不错 看这波可以考虑 偷一下大楼 看你的角度啊 我现在要把金身给憋出来 感谢彤彤彤的幸运戒指 谢谢 我们下路带一波 冰这个金身还差一千多块钱啊 我要先把他憋出来 OK 赶快 趁这个时候啊一定要会偷钱 我们在中期的时候一定要会偷钱 不然的话很影响我们的发育 一旦发育不够 就没办法控场 OK 他的普攻会有一个额外的魔法伤害啊 他们应该在拿龙 我们这里需要给个眼 好下路火难 他出来我就给他大 哎呀被看到了 好我们再过来 他要走出塔外我再放大 因为 塔 是能够看到我的啊 好 这波他死了 这个冰 够不到 还是远了一点 拉过来 拉过来你就跑不了了 哎 好 触发我的被动之后 你是没办法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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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盾一开 你打不打我 拉EQ拉回来 先撤 因为队友人太少 我们再撤 给技能 风筝他 OK 一个Q 一个爪子 没什么用 不行啊人太多 这波没办法我靠 跑不掉人太多了 人太多了 我们现在一定要推防御塔 防御塔 赶紧推 可以 哇伤害有点高 被打了个团命 我们的防御塔掉的有点多 掉了六个 对面一个都没掉 经济差很大 视野差很多 好 这火蓝 火蓝已经不太值钱了 我们继续发育 不着急 这种局面继续发育就行 我们来吃波大鸟 这个当 刚才这个大鸟杀了我一波 复仇 推推上 他在打这个主怪的时候 是可以触发他的被动的 但是 小兵不可以的 小怪应该是不可以的 好 这个应该是没了 我来了 打不打得过 打不过我来 Q500块 行程单挑 一Q一拉 好像 我需要我的队友 敲一下 拉回来 一个Q敲 A一下 好 看队友 怎么说 我推推上马上好 推推上缓速 开吴盾 敲 拉 锤 我又 这个被封针了 哎我靠 队友没搞定一个人吗 没办法 你看短手就是短手 没办法 赶快来个晋升 我们如果再来一个这个的话 就是40CD了 但我觉得现在不需要这个了 我需要一个面具 恭喜彤彤获得这个大红包 恭喜恭喜恭喜 可以可以 恭喜 视野给一个 刚才我被封针了 我被我的队友 遗忘了 但我也撤不掉 我腿太短 他的IC 我等会给他 他IC出了一个水晶系带 想截我大招 可以有点针对 但没关系 他把钱花在水晶系带上 他就不会 伤害有多高 来 我们继续发育 啊不着急的 像这种 我靠 秒了吗 OK 我就在身后 OK 艾歇怎么讲 有没有角度 我被发现了 你却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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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这个东西 来大轮 快快快快快 很好 输出还是高的呀 赶快 赶快 赶快赶快赶快 我们人太早 吃个果子 快来 可以打 好 哎呀 还是 完了 迟啊 我推不到他 感觉打不过 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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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龙的硬路还是很厉害 没办法 大龙没戏了 我们再去回口血再推一波 现在1500冰葬马上够了 但我们现在防御塔推不掉 很尴尬 你看我们的异技能的 他在抓我了 我看到了 我感觉我是不是在自逃死路 有一点 有一点 回家回家 好面具一出 不行啊得爆团 现在有点被动只能守 火难可以考虑一下 跟他来单挑一波 但好像不太好抓他 算了算了算了 被蘑菇发现 我现在一个Q可以把远程冰敲死了 完了 火难好打快撤 快撤快撤 我们现在的 好 好这个是可以炸的 赶皮就单挑 你跑 你往哪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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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单挑你怎么讲 帮忙啊 我靠 我死了 单车没办法 算了算了 撤吧 快撤快撤快撤 行 我们现在 不是很亏 可以 守住这个 哎 怕冲塔 搞射 哎 可 漂亮 死了 可以 行 不亏 打命具 下一件我看看啊 下一件我们来一个 现在A7打我有点痛了 但我也没没什么好办法 因为我腿太短了 靠近不了他 我毕竟还是一个半坦的定位 要靠队友来给输出 但做一个半坦 我能够制造出来的输出也是不错的 我可以杀一个 来 我们看看能不能偷一下 先守吧 先守吧 毕竟劣势有点大 射波大鸟 好 继续双 我们守着不出去 好像他们对大龙有点兴趣 应该在打 我看到了他们的动向 嗯 也没眼 伍盾一开 挡一神 没错 这个是刚改版的莫德凯萨 就是原来的铁蓝 改了 跟原来的定位差不多 一个半坦 半坦英雄 相对 能扛 输出也还不错 但就是腿太短 手太短 被秒了一个 但是他应该跑不掉 但我们的损失有点大 我们的损失有点大 哎 单挑怎么讲嘛 怎么讲嘛 单挑 哎 你杀我无所谓了 我已经杀掉了 嗯 好像 我们大龙应该要丢 我看来啊 下一件装备 我们出什么 1000块 我觉得啊 我们可以考虑一首乌妖 因为现在出肉装已经不行了 出肉装已经明显能够感觉到就是 我还是站不住 因为血再多都不可能 是吧 不被打死 队友输出不是很够 我们来补一些输出 大龙没了 乌妖 捶他 敲他头 一下就把他敲死 这个辅助15层杀人出了 我靠 装备有点好 好 我们看看能不能绕后啊 因为我这英雄要想靠近敌人 还是有些困难的 绕到侧翼 然后给他来个大招 他们现在少了一个辅助而已 一个辅助好像影响不会很大 但是他们这波脱节 脱节的你懂的 行程单挑 把他一拉 给个点燃 他躲我的 哎 你没有办法 哎 怎么每次我的队友都不见了呢 这么无情的吗 跟谁觉得 金牌港西 每次大招开完之后 我觉得我的身边应该 用着一群队友在帮我 每次大招一结束 发现我的周围一个队友都没有 好我们算是坚强的守住了 他好像 马上被攻破了呀 有点守不住了 这个大龙buff有点守不住了 这波我有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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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敲死他 没敲到 好 敲死他 单挑 你看不到我 这魔狐强 很好追他 非常不错 拉回来 敲一下 我们被弹得很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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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扛不住了 赶快溜 他有没有闪 太清楚 溜溜起了 队友发起了投降 我觉得Link暂时 也不投降 我还差一点钱 赶快 移速 好 大招20秒 大招20秒 他没有近身 能拖我时间 他在风筝我 但我觉得他在玩火 他在玩火 他好像他 没有意识到 我的刀子已经好了 他很危险的 他只要出现 现在只要有人打我 他就死了 拉过来 这个输出离给几分 EQ一起放 再接个推推仗 啊 还是非常的夸张呢 这个输出 我的乌鸦也够了 搞得定 OK 非常不错 三路高底都没了 但我觉得他可以坚持一下 OK 直接秒杀 你发现了吗 我巫妖有了 护盾开 缓速烫他 就硬烫你 你怎么办嘛 硬烫你 你懂得要 硬烫你 你懂得要 硬烫你 你懂得要 走位躲掉 闪现拉开 回家 交给你们 我走了 拜拜 赶快回家守一下 反正我们的家没了 好像队友打赢了 OK 哦 有点守不住 好多兵 好多推土鸡 好多推土鸡啊 别啊 我靠 你打我 敲 敲 敲 OK 守住了 我看到了一个火男 我要绕后给他一个大招 让他跟我单挑 他有点小皮 说实话 真的 一匹 敲你 我这是 诶 他怎么了 我觉得我这个移速提升还是不错的 我觉得我这个移速提升还是不错的 但是我给不了他大 我感觉很烦 他在风筝我 无所谓 我不跟你打 我们手加 手提堵机 我这每一锤下去都很痛哦 你看到吗 我的皮也很痛 附带额外的40%法术强度的伤害 这大龙刷了 但是我们现在出不去啊 大龙还在搞一下 快快快 我靠没了 这就尴尬了 能不能把远古龙吃了 我觉得难度有点大 我们可以半路埋伏一波 因为从理论上来讲他们要过来 果然逮到 单挑的呀 我感觉我们输了 进货 我靠 伤害巨高 爆炸 叽叽 游戏改双 没了 没了 这把没了 这把他们把双龙全部拿 没了 这把我们应该撑不住 我靠好热 好 集结 还是没打过 没办法 我们的这个 在后期的输出 还是有限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输出列表 咦 看不到 好吧 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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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ooded 好 好 好 瑞